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者 小英夫妇 有请 小英 比较高老师好 欢迎 欢迎你们 来 请客观众 跟粉丝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英夫妻 我们来自浙江 温州 绿安的 马里镇 霞尔村 我叫彭小英 今年45岁 这是我的老公 我叫范呆多 今年50岁 欢迎两位 其实不用过多介绍 两位现在都是大明星了 无论是在电视机前 然后在网上 都有好多的粉丝 七夕晚会见过 对不对 对 对 当时连线就是 番哥和两位连线 我和他们二位连线 特别是他们二位 在网上跳的这个夜步舞 太火了 太帅了 这样今天咱们呢 先不聊故事 先给我们展示一段 好不好 可以 好 来 好 5 6 7 8 这个是跳绳 绳 打鸡 给车头 风脚 这是斗鸡 对 扇子 这是野山扇子 打鼓 破水 真棒 插腰 插腰 垂头 除大地 除地 青牛 骑牛 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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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地 喝水 喝水 是甜蛋 其实看到你们二位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特别羡慕 我觉得夫妻之间 如果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天天在一起就玩这个东西 那是多幸福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们俩找到了 自己的爱好跳舞 其实吧 我跳这个夜步舞 也是有原因的 之前就是说 我没有基础到这个夜步舞 我连舞蹈是什么 我都不懂 一点舞蹈的基础都没有 因为就是在我老公出车祸以后 他整个人就反复就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到最后等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的忧郁症已经是很严重了 后来就是这个样子送他到神经医院 医生就说 他不是神经病 他说他是车祸以后引起来的心理 你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我就带他去看 看完就是医生就跟我说嘛 他说你有点晚了 手都抖成这个样 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我给医生说 我说我不懂 我什么叫忧郁症我都不知道 后来医生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开了 就是大袋小袋的那个药啊就拎回家 就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给他吃 吃完了以后 他的脸部就开始全部发肿 发胖 不要害怕 我要去给医生说 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 医生说 他不能完全是要靠药物来 吃维持他这个忧郁症 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每天吃了饭 要带他出去运动一下 给他找快乐 找开心 把他心里的这个给他放出 这个压抑排解出去 对 后来我就去广场上 旁边的一个女的拎了一个音箱 穿了一身黑衣服就在这里跳这个 我就观察了几天 特别地能吸引到我 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这个是什么舞啊 好学吗 怎么说呢 要是能坚持都能学会 我说你告诉我 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他说我们都是锻炼 肯定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后来这些东西 都要靠自己来动 对吧 自己去学 后来 开始带他去广场上 我就跟他说 每次带他去跳这个夜步舞的时候 你自己会不会有点担心 我给他做了很多工作 很多很多 就去哄小孩一样地哄着他 我说广场上没有谁规定 不许你去跳 咱们男的年轻的跳的 被还要多 被你还要年轻 被你要漂亮 我就这么哄着他 一次一次 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哄着他 就到第四个晚上的时候 他让我说动了 同意跟我去了 那时候我可高兴了 我就带着他 我说来吧老公 你试一下 去了广场他不跳 我把他拉到中间 他跑到后面 当时有多少人在一起跳 人挺多的 那天晚上挺好 他跳完跟我走了 他说老婆 我出汗了 哎呦 汗出来挺舒服的 哎呦 但是我那心啊 特别特别地高兴 也特别地激动 跳了多久之后 这个范大哥 你看无论从身体上 还是精神面貌上 都有一个全新的变化 应该有 就是在吃药 跟不吃药的情况下 将近有 两年半到三年的时候 完全后面这 现在这一年多 完全是药物 不需要依赖药物 不需要 一点都不需要 现在晚上睡觉也好 包括所有的药 全部停了 这个 等我看到他跳舞的时候 我每天都会观察到他的 比如说今天去跳舞的时候 他衣服上的汗 今天流到这里 我明天会观察他 他的汗到哪里 会到这里 再下来的汗 我每天都要观察他 还要观察他脸上的表情 和笑容 所以说 这一路走来 对我来说 我做于他的妻子 能从这个音乐 能从这个无灵面 把他的忧郁症带出来 这个就是我最高兴 也最幸福的 其实我 我都是高兴的眼泪 特别高兴 就是幸福的眼泪 幸福的眼泪 特别的幸福 彭大姐 刚才的这段讲述 其实我们都懂 其实讲的就是 夫妻间一方有难 另一方不离不弃的故事 也是一个用生命 用舞蹈 来换回自己的老公的故事 是 所以说幸福是跳出来的 幸福是坚持出来的 对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对 我刚才也一直看到 小英姐在说话的时候 她一直紧紧地 攥着大哥的手 她怕我紧张 她只是很紧张 受到冰凉 对 她就怕我 就是一个紧张的 以前一紧张 你就打120 她知道 现在就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有时候说实话 你们两个跳舞的时候 我会更流域 老公的舞蹈 好像你现在跳得 比以前进步了好多 越跳越好 是 都是大家支持了我 才有我的今天吧 对 真的输 我还不知道 真的输就是 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你们 其实我老公 谢谢 谢谢 都是你们好啊 我也不会输 特别开心 特别快乐 特别开朗的一个人 我就记得 他现在也常常跟我说过 老婆 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要 他说也没有 记得你的生日 也没有给你过过 结婚纪念日 也没有给你送过新花 他说 我就上不上天上的新 摘下来我送给你 我说不用 只有你有这颗新 已经全部在我的心里面 我已经很感动了 这大哥 这个跳夜舞之后 现在这个 开心了 说情话的能力 比以前提高了好多 现在觉得很开心啊 很开心 觉得有个好身体 我觉得什么都很好了 没有 为什么要多好啊 所以有今天这样 开心幸福的日子 首先要感谢的是太太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从头到尾啊 都是小英在说 连主持人都恨不得 插不上话了 现在我强制地叫听小英 她不要再讲了 继续来说话的机会 留给你 泛大哥 有什么话 对你的太太说 看着她的眼睛 我娶她 反正是二十几年了 反正也没有雷开骨 她也知道我没有雷开骨 起码我都是 我照顾她比较多的 最近吧 这么多年 都是她照顾我 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了 她就都是她照顾我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她的 非常感谢她 要是老天爷 能把我们安排 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再做夫妻 再做夫妻 因为这辈子 我还不够 两个人再结婚 非常喜欢她 非常爱她 爱了我 非常喜欢她 这环节多浪漫 对 因为范哥你知道 刚才范大哥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可以特别 就是正面地 看到小英杰的眼神 就是我觉得 她那一刻没有说一个字 但是所有的情感 都在她的眼睛里 我觉得她此时的泪水 一定是充满了欣慰 也充满了喜悦的 而且我今天看到 小英姐和大哥 听到你刚刚说的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就 特别能深刻地 体会到那句话 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一句话 什么叫真正的爱一个人 真正的爱一个人的感觉 就像是突然有了软肋 但是又像是有了一副铠甲 我觉得当时这样一个 突发的事件 降临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 小英姐绝对是绝望的 因为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希望有任何的 不想要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她的身上 但是没有办法她发生了 没有办法 但是也正是因为 你对泛大哥的这一片爱 让你有了特别坚定的信仰 你相信他一定可以好过来 你要知道 爱可以战胜一切 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是的 是的 对吧 对的 对的 所以谢谢 谢谢今天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随着你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觉得慢慢你们可以去考虑 如何用你们的影响力 带领身边的人 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好的 会的 这是你们的责任 会的 会的 一定会 就从此刻的 一百秒的挑战开始好吗 好 加油 加油 四斤子总会发光 好 请登上黄金舞台 好 放进一百秒 计时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还有这份奖品 配女子咖喇油送给二位 来 大姐拿着 谢谢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谢谢